怎么教猫咪大小便 有朋友问我如何去教小猫进行大小便 这本身不是一个难题 因为在它们的祖先而言 它们是野生动物 已经习惯于用土去掩埋自己的排泄物 那么时至今日 这样的行为习惯也没有改变 所以当你要去教导它们的时候 猫砂盆和猫砂 这是两个最为重要的事情 它们自然而然会去学会 去用猫砂去掩盖自己的大小便 那么当然也有例外 如果小猫偶然间 在不应该的地方大小便了 我们可以通过气味诱导法 把它的粪便或者是尿液 放入到猫砂盆内 把它原来粪便大小便的地方 彻底洗净 通过其他强烈的气味 去掩盖大小便的气味 这在一定程度上 也特意通过这样的气味诱导 去帮助它们 改善大小便的情况 小贴士 很多猫咪天生就会掩埋自己的排泄物 家里备好猫砂和猫砂盆 它们会自然而然使用猫砂 也可以通过气味诱导法 来教它们学会 把排泄物置于猫砂内 谁 帮助官 列宝